过年团圆围围大年初二回娘家 节目后又聚在一块 但有些禁忌不得不注意 大年初二洗衣服其实是不忧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水神的生日 如果在他生日的时候叫他来工作 恐怕会招来厄运 大年初二回娘家 如果你只拿一盒礼盒送礼 这样是不对的 应该要双双对对才行 不要送一些就是很多脚的东西 很圆满的 然后弄得漂漂亮亮的 分享给大家的气氛 那个氛围也是圆满漂亮的 如果说中午就在睡午觉 或者是很懒散的话 一年直接在于春日 那个青春的开始 你就整个元气就不足了 那表示你整年肚里边的力量 就会不足 另外如果无法准时回娘家 最好延到农历2月2号 在这之前可以把穿过的衣服 挤回家 作为代表 另外初四初五 禁止回娘家 大家说这样会把娘家的福分分走 习俗禁忌 尽量避开 套个吉利 过好年 今天黄家为西游鱼台北报道